可以睡覺 沒有啦 你剛剛傳那個台中 那個影片是去台中哪裡玩 這個是新聞 新聞 他是去台中比較有名的景點 台中有哪些景點 有一東三圈 逢甲樂室 高美師帝 還有美術廣 歌劇院廳 歌劇院廳 他也沒有看 昨天子玲還有在問 他說裡面要出車啊 出 去台北主要是健康檢查 就開小車就好了 到台中 你有要去山上玩的話再出車啦 山上 小車開 小車開1300CC 爬山爬不上去 哦 嗯 應該是到到台中才會爬山吧 對啊 他那個地震過後 那些山路有沒有影響啊 我看太魯閣那邊都好像倒的差不多了 你知道八月來應該也都震完了嗎 也都震完了 那聽說 聽說這幾天還在震 那小鳳說被被震醒了 被搖醒 對啊 還是有餘症啊 嗯 那那個 那有一天我 我我們 我會 跟老婆在北投泡溫泉齁 對啊 那我有貼那個 溫泉飯店啊 你可以看一看啊 溫泉飯店啊 那我們八月十一號會住溫泉飯店啊 好八月十一啊 我們會住那個溫泉飯店啊 對 哦 去去台中的前一天啊 去去台中的前一天啊 啊 因為 溫泉飯店 北投附近有那個 竹鼠館啊 還有那個博物館啊 那邊就可以灌一整天了 哦 啊 就是在飯店發呆一整天 你在飯店發呆 當然是要出去灌一灌啊 對啊 嗯 這市區灌來灌去就差不多啦 欸你這樣啊 我會幫你去 怎麼打電話去龍總那邊跟你 確認一下那個 身體檢查的日期 我已經在網路上病了 欸 那個你各位幫我一個忙 打電話 去那個龍總啊 確定我的那個檢查時間 就是我 我們在美國這裡已經 網路上報名好了 啊 然後但是欸 就是畢竟 嗯 8月9號啊 你如果 你如果能夠在台灣打電話問龍總醫院 就確定一下我的時間正不正確的 好啊 好啊 你在留 留你的基本資料啊 那個 電話 還有 你預約有報身分證字號 有啊 預約是報身分證字喔 預約是報身分證字喔 哦 對啊 你再打給我啊 哦 就把那資料等 在line上啊 哦 因為現在六日嘛 他沒休息啊 禮拜一再問啊 哦 okok 啊 你穿衣服是穿幾號 穿衣服太大了 啊 XL啊 XL 啊 啊 或是2XL 或2XL 啊 啊 那 會不會是亞洲的尺寸啊 那就是體檢85公斤啊 啊 85公斤啊 今天工作啊 對啊 今天工作啊 對啊 今天工作啊 嗯 今天下午本來是要去拿露營車 啊 你有看我影片嗎 沒有 還沒有 哦 就反正 呃開過去 結果咧 到那邊 我用肉眼都看得到 好像還是有一點點 降下去 那個輪胎是有一點點 一點點扁 那我 進去我說沒修好啊 跟我說修好了 修好了啊 呃 大家過來看 他正常的啦 我正常 然後他帶我到另外一邊去看 另外一邊的那個是後輪嗎 因為 因為那露營車是後輪是 後面是比較重 因為那個房間的部分是在後面 他說你看 另外一邊是有點扁下去啊 這個重量壓下去是正常的啦 那我說 是嗎 我說 呃不要一兩個禮拜後呢 我說 我 我之前衝我 我有看到是衝 衝到正常氣壓是鼓起來的 他鼓起來 嗯 我說 對啊 鼓起來的 你你這樣子 我感覺 頂多五十幾而已喔 五十幾PSI 因為正正常是衝到六十九嘛 快七十啊 對啊 然後他說啊 他是負責賣割草機的 輪胎的 那個員工 星期一才三八 他說那下個星期一喔 對啊 對啊 那我說欸 那那這樣就更好啊 這樣 這樣就更好 那個等 等下星期一又過 過三天 嗯 那他 他就可以看那個氣壓有沒有變更少 對啊 對啊 那上次修他是說沒 沒漏氣啊 沒沒破洞 對啊 沒破洞 他找不到任何破洞 有或 有電子紮過的痕跡 所以他就把那個充氣頭 給他換一個新的 對啊 他就覺得會不會是充 充氣頭的問題 對啊 但是也是很奇怪啦 我後來 因為我去把之前的那個 站單找出來 那原來 我這個輪胎是 22年 10月份 換的輪胎 喔 那就等於說到 到今年24年的10月份 就滿兩年了 對啊 然後 然後但是咧 22年的11月 就是換我輪胎後的 隔一個月 我又送回去 因為我又說 欸不行啊 有一個 有一個好像 就是會漏氣啊 對啊 那我隔了一個月又送回去 他又 算我三十幾塊 他說他 他去換了一個充氣頭 對啊 然後所以說 22年的11月 一直到現在 就他是叫我觀察啦 叫我觀察 那那就等於說 22年11月 就算是 23年了啦 啊 因為22年底嘛 然後一直到 今年年初 過完冬天之後 我那輪胎套一扒開來 我說哇靠 你整個扁下去 對啊 我測一下胎壓 只剩三十幾 對啊 那三十幾就不行啊 變完全扁下去了 對啊 欸很奇怪 我那個 我的SUV也是三十幾啊 SUV好像是三十五而已 但是 但是SUV的他的輪胎就是古古的啊 對啊 那個是貨車用的輪胎啊 就是 貨車跟一般車的輪胎壓力度一樣 不一樣齁 嗯 沒差啦 大家問我是不是急得用 我說沒有啦 就是 就不敢了 你要用到好了 對啊 所以說 等於算是二二年底 用修好的 一直 一直到二四年初 就是 的春天 才發現是 扁下去 對啊 那應該是還好 那應該是還好 因為 上一年的冬天 我記得我都有開出去熱車啊 啊 每次出去 因為冬天天氣很冷嘛 都零下咯 啊 零下那個胎壓低是 我是覺得是正常咯 對啊 啊 大概是前陣子 我那個 呃 零下太太冷了 大概零下二十度 二十幾度 啊 電池就掛掉了 電池掛掉了 嗯 那個 那大概有兩三個禮拜 我都 沒有熱車啊 等一下 當我要 熱車的 就準備要 把車子送到 呃 維修行 換電池的 換電瓶的時候 欸 那輪胎扁掉 欸 第一次看扁掉 還好啦 直扁 那個 露營車是 四個輪子 還是六個輪子 四個囉 他那個時候也是問我 因為他說一般 一般 那種露營車啊 RV啊 他說通常都是後面是四個輪子 就是 兩個兩個這樣 因為 因為 後面 後面四個輪子是 可以更沉重啊 更 更穩 對啊 那問題是 對啊 我是有看啊 那種六個輪子的路 露營車 就是前面車頭兩個啊 後面 是四個啊 那那種的都是美國品牌 都是那個什麼 Ford啊 Chefland啊 那些美國品牌啊 那那些美國品牌啊 那些美國品牌啊 那大馬力啊 都是 啊 六千CC 五千CC那種 吃油怪物啊 然後他他們後面那個輪胎就 就有四個了 對啊 然後他也是問我說 啊 那那你那露營車是後面是四個輪胎的嗎 就是 雙Rail啊 就是雙輪啊 我說沒有啊 單輪而已 因為我我那個當初設計 他是用那個德國的那個福斯嗎 他福斯 他那 他那也是算貨車啦 對啊 那些 就是那種小貨車 然後他他那輪胎只有 只有四個耶 就像一般車子一樣 只有四個 對 對 對啊 就 那 那 那說也是省油咯 才2.8 2.8 嗯 2800CC 但是咧 那個 之前有個老先生 是台灣人退休了 那是 在美國是做麵茶 對啊 做做麵條 然後 他之前也是開一台這個 然後 他說 他雖然說是2.8 好像以為是省油 但其實 他是要用那種最高級汽油啊 對啊 因為他的引擎是要用最高級的 那 那你如果用最高級汽油 那其實 花的錢是差不多了 對 我那一次跑是還好 我大概是 大概是跑 跑 跑那個 那個什麼 嗯 嗯 去附近的一個湖 嗯 開 開過去 開過去 大概是 四 四十五分鐘吧 然後開回來四十五分鐘 那有錢 那會 花個二三十 你知道 對 老婆你在剪什麼 有點痛 哎呀 四個輪子 只有一個會漏氣 對啊 只有一個 其他三個也好像是會漏一點 漏一點 應該是正常吧 對啊 就是他六十九大概會降到 他 穿的輪子跟輪圈 就不是原產的啦 可能還是有空差 哦 所以不是原產就是有差哦 啊 但沒辦法啊 我那個 那個什麼 輪胎還去查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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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了 哦 不平衡哦 你就看他 輪胎有沒有裝反 裝反 那有些輪胎有分正反面 哦 正反面是怎麼看啊 是看那個號碼是不是 嗯 對啊 就那些規格應該不要在輪胎外面 哦 應該是啊 我有看到那些規格啊 他那個是專業的輪胎版 應該不會犯那麼基本的錯誤吧 最近他那個 那個 Youtube啊 那個 小米 不是要做 電動車 結果他們 新出產的電動車輪胎的工廠 是哦 對啊 那那那有關視頻 我是 我也是有看過 對啊 也是有看過 嗯 嗯 那 一台車那麼貴 連 這麼基本的問題都會錯 那小米現在是賣多少啊 小米 車子 人民幣也要一百多吧 也要一百多 是 那是人民幣換算 如果要進來台灣的話 我還沒有到還沒有進去台灣呢 沒有啊 嗯 因為到到台灣 應該還早吧 對啊 那個特斯拉 你看美國買可能台幣 一百三十萬 到台灣就變兩百萬 哈哈 就像台灣人講的 端盤子哦 當盤子哦 對啊 那個關稅收的 很多啊 啊 老媽說今天去看大法師啊 他有一個 什麼 高中同學還是什麼 四十幾年沒見 然後替關頭做佛教的大法師啊 佛佛教的法師 啊 從美國 啊 叫什麼 大和善 沒有啊 他好像是尼姑啊 有點像正言法師啊 啊 啊 那個 日本北海道 你 你 知不知道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嗎 北海道就滑雪啊 啊 你去的話都夏天了 就是 看那個 風景啊 花田啊 看花田 啊如果 如果 去的季節 不是看花 花田的 時候 嗯 還有還有什麼好看的啊 所以 北海道是 專門滑雪的地方 啊 對啊 嗯 熱鬧的季節就是滑雪啊 聽說今年是暖冬啊 他們也沒雪可以滑 暖冬 沒有雪 看來應該是不會去滑雪啊 對啊 我是看 我是最近一直看影片的查 他是說什麼 有一個什麼運河啊 小村運河 那可以做可以去做個運河的床 一個小床 然後那裡也有溫泉 然後有一個地獄谷 地獄谷就是有那個流環的火火山 然後還有看什麼沿羅網 那沿羅網就是 也只是一個機器部 然後會變臉啊 搞笑 啊然後 雜環哦 雜環就是 算是那邊 最熱鬧的吧 就是有商品區啊 商品街 聽說有 一公里那麼長 然後有 大概三四百家商店吧 對啊 然後 然後大部分就吃海鮮哦 就是吃他們那些主播們就說什麼通風章哦 通風章就全部都是 都是什麼生蠔啦 魚卵啊 生魚片啊 蘸魚啊 還是什麼的 那個 然後也有很多打卡的咖啡店啊 還有那個什麼 時鐘店哦 就是你 哦音樂盒啊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買自己組裝的音樂盒 對啊 嗯 然後其他打卡地點就什麼京城武術啊 還有什麼 什麼 就反正呢 日本香煙廣告的 什麼打卡地點 就那個七星樹哦 就是 七星煙 那個什麼 盒子上面的風景 對啊 還有什麼聖誕樹的風景 去那邊打卡的 對啊 你們就把那個 想去的今天找一找啊 到時候你們不是也是出司機嗎 嗯 應該也是啊 包車是比較貴的哦 好像是 好像一天也要個兩三百美金哦 對啊 然後 如果做工 如果自駕的話 如果租車 那 說真的 因為是 他們是幼駕嘛 對啊 日本是幼駕 你在日本有開過車哦 在風神有開過啊 差點出車禍 差點出車禍 所以右駕跟左駕真的是 視野很不一樣啊 對啊 前兩天左右不分啊 是哦 會左右不分哦 對啊 那個平常 平常雨刷的位置會變成方向燈 哦 雨刷會變方向燈 通常 第一次開車都會 都會看到那個 雨刷在刷 刷 刷車 噢 你有一個方向燈在那邊嗎 是哦 那為什麼雨刷要設計在方向燈那裡啊 他左右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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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所以去日本 自己開車租車其實是有點危險的呢 對啊 而且 你請個司機 他來幫你省個停車會 嗯 會比較好 對啊我們這一趟出去大概是 嗯 會我老婆兩個姊妹 四個 然後可能再加個老公 五個 五個人 再加司機六個 那可能是要租那種鄉行車的 包那個鄉行車 對啊 那因為我 查查看一下那邊的交通狀況 就是 你如果做那種公交車啊 嗯 那什麼公車啊 哇 從什麼 你坐飛機到那個北海到機場附近的旅館 然後再從那個那個機場旅館 做公車到雜環就是 就是中心點比較比較熱鬧的 什麼小樽運河啊 什麼雜環啊 洞野湖啊 那中心點要四五個小時 而且你是跟 跟著導航走自己拆 還有迷路的風景 迷路 是喔 導航會給你帶到山間下路 是喔 欸 欸 老媽打過來幹嘛 啊 嗯 對啊 她現在過去 看了大法師 好看我看她打過來幹嘛 我等一下再打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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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 活到九十幾 哥哥啊 我看我們到那 你要講話啊 你可以跟建帝法師說英文 做英文 我正在跟阿威聊天啊 有什麼事啊 市長 我講啊 我是建帝法師 欸你好你好 我是華盛頓 華盛頓 華盛頓 對 華盛頓 喔 華盛頓 然後 好久好久 跟你媽媽才見到面啊 四十幾 對 因為我們是小學同學啊 喔 小學 對 這樣 在二十幾年了對不對 對啊 那你現在 Kansas 什麼啊 啊 我在Kansas Kansas 我知道啊 Kansas State嗎 對 State 在一個小鎮 那個叫 Michael Ferguson的小鎮 那你是創業 還是你現在是 你做什麼 在哪邊上班呢 現在在輝瑞藥廠上班 Pfizer 你是那個藥師 Pfizer 對 喔 所以你是學藥劑的 呃 不算藥劑啊 只是 只是普通的那個 Attendant啊 那個 那個 就是等於是 製藥設備的 製藥設備的 維修保養 知道 那你都是在Kansas City 就是你 呃 留學以後都是留在Kansas City嗎 Kansas State 沒有啦 剛開始 我是 當兵 退伍之後 跟那個 金門的那個長官啊 就是金房部司令 他們全家移民來美國 開餐廳 我那時候是跟著那個長官 他們全家人是在這邊做餐廣 對啊 喔 所以不是像 呃就是走留學生 然後留學生創業這樣子 留學生 呃 沒有沒有 我是 對我是退伍之後 就是 在台灣有做一段時間餐飲 然後 等我簽證辦到之後 就 來美國跟這些 呃餐館老闆一起工作的 對 後來現在就 嗯 現在已經停止了 嗯 現在 他現在 你說什麼 就是 就是 對 就是 你 你那邊 你走一條你 訊號不是很好 聽 聽不是很清楚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就走了一條你自己的路 你就不是走三隅頁了嗎 對 對 換好道 好 就是看起來很好 啊 啊那個 那個不好意思啊 就是你打過來 我真的跟別人 通話 我有空再跟你聊了 哈 好沒問題 好好好 好好 好好 拜拜 好 拜拜 好 他自己跟一個陌生人約會 他無端 現在是打給你 要你跟那個陌生人講話幹嘛的 對啊 而且 那才剛認識的人 你 你為什麼要把 那些 自己的 那些背景都跟一個陌生人講 對啊 發神經的 不錯 不錯 問你 你也不一定要